这后面是比较儿子之心 这倒是胜的 我也挺味道的 大家好 在公园遇到一位老先生 他有三个子女 其中两个儿子 分别毕业于清华和北大 我们一起听老先生 聊聊自己的生活 您是怎样把自己的小孩 培养成清华和北大的 这是他们自己努力 因为我的学历 他们也知道 也是一个两军大的 西洋两军大队 你也是大学生 当时工作了34年 您是怎么样抓自己的小孩 学习教育的当时 这个怎么讲的 这个我理解 他是看我 因为我是一个高学生的人 他们都知道 退休了以后还延续上年 离不开 是一个小偷偷 他们看看我 好像是个表现 这么理解 以您为榜样 他们也有误会访 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是还可以的 你两个儿子相差多少岁呢 两岁 小两岁 所以您大的小孩考上清华 对 然后两年之后 您小的儿子又考上了北大 对 当时很开心吧 很开心 当时我复旦也很重 因为我的家族嘛 不符合小时的那个 不讲的是什么 做学籍啊 都不小时 靠他们自己 我也靠自己 我读书读得很好的 因为我爸爸是自己忙得了 也是个小领导吧 是 人生系统 我爸爸们行政干部 最后他也到了局长 您父亲能力也比较好的 他也是 那老先生 您两个儿子分别是学什么专业呢 当时啊 有 那个老大是实外科的 我们两个儿子和我一样 都是比较本分为的 都是医生 都是医生 对 都比较本分 因为他们要跟我学嘛 嗯 那您爱人之前也是医生吗 他不是 他是男士大师班学员教师 不那么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有伤了 开了一个贸易公司 您爱人之前是老板 对 老板是的 您和您两个儿子是医生 对 嗯 就你们家有三位医生 三个 一有付出就有社会 说明他们两个小鬼也是蛮努力 都去香港 就您两个小孩目前在香港生活 对 嗯 没关系 他的属校里的同学 就是属校里就大概是恋爱了 嗯 恋爱了嘛 毕业以后工作了两年 多成家 您两个儿媳妇都是香港人 他们两个也是亲戚 您两个儿媳妇是亲戚 表亲 嗯 定期来看看您 嗯 警察来 那这两个儿媳妇呢 他妈妈妈 那么 第一 去年走的 今年第一个亲戚 他们不懂的 香港孩子不懂 我打电话告诉他们 你们要过来 真的大家都会觉得很帅 都要来 您有没有想过去香港生活呢 我不喜欢 嗯 我香港有房子 嗯 在西特斯卡有房子 有房子给了女儿来看 学义也是学乡医 你女儿也是医生吗 她不是 她不是医生 我吃饭 小姑娘也是每天一个地方 早上 她这个女儿是比儿子有关系 我吃饭 有个小姑娘不错 小苗贴心是吧 小苗贴心是吧 小苗贴心 她每天有电话 这个姑娘是比儿子挺心 这倒是胜 我也挺回到她 儿子她 肯定是想了打了就打 但是也经常有点 是的 关爱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最近大概都要来 亲密要来 因为她妈妈过世了 是 过世的第一个亲密 你两个儿子和你女儿 他们都要过来了 都要过来了 就是这两个 是 那您未来的生活是准备 请阿姨照顾您呀 还是去养老院这样子 我养老院不去 我看了手机上 养老院不去 还是说未来的话 有可能搬去香港和小孩一起生活 这种可能性是逼出来的 我其实 我是土生土生的上海 不想离开上海是吧 我想我不会 我上海目的都买了 家庭买好的 目的也买好的 不相信 走在这地方 老先生 您退油工资应该也挺高的 怎么不请阿姨帮您做饭呢 有个阿姨 我也 包括理论 我们就会和城主人家交我去 我说阿姨不方便 那阿姨我也要有个男的女友 她要去努力了 实在找不到她 你为什么想找一个男的护工呢 你到夏天不能这样了 短裤背心 从来穿成这样 我们这种人还有一点老的意思 不方便 以后实在是站不起来了 躺在床上 那有她安排了 我也懂 我也懂 你的这些阿姨 不要老人睡了啥 不能拍 帮你洗澡 才被盹来 那个没办法 你不重新了 我自己照不住不起来 都照一个人 早点 到这个程度 早点车来到